美国再度发生了白人警察枪杀非议民众的事件 影片曝光再度掀起了种族歧视争议 引发警方执法过当的失忆声浪 欧洲加杯足球赛 C罗率领葡萄牙晋级决赛 温布顿网球赛费德勒跟莫瑞分别大战五盘 抢下了四场门票 英国公投决定要脱欧 不少银行业者打算离开伦敦 法国巴黎和德国法兰克福 争抢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欢迎收看旧一套国际新闻 我是蒋宗玉 新闻头条马上来关心的是 美国再度发生了令人遗憾的白人警察 枪杀非议民众的事件 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巴顿鲁治 当地的警方5号获报 37岁的非议男子斯特林 持枪在便利商店外头 贩售CD以及DVD 那么警方赶往当地 跟斯特林发生了冲突 尽管斯特林已经被压制在地 但是其中一名远警 仍然近距离连开多枪 击毙了斯特林 影片曝光之后呢 是引发了社会哗然 再度掀起了执法过当 还有种族歧视的高度争议 两名警察将这名黑人男子压制在地上 随后一名远警近距离朝男子的胸部连开多枪 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顿鲁治 5号当天37岁的斯特林 跟平常一样在便利商店外头 买CD跟DVD 而警方接到报案 说斯特林身上有带枪 于是两名远警赶往现场 跟斯特林发生冲突 随后当场将他击毙 当时斯特林已经被制服在地无力反抗 但是警察似乎存心置人于死 再度引发执法过当的争议 当地也爆发大规模示威 尤其是这支近距离拍摄的新影片曝光之后 清楚看见警方开枪的过程 让居民的怒火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斯特林身后留下五个小孩 犯罪记录显示 他曾经有加重伤害等多项前科 但是周遭的人形容 他个性友善亲切 很少跟人起冲突 目前两名涉案的远警已经遭到停职 美国司法部FBI及联邦检察官 也加入调查 当局呼吁居民保持理性和平 但是类似的案件近年一再发生 尤其是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男性 特别被放大检视 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撕裂 以及种族冲突的象征 有点TV 华林编译 令人遗憾的是包括亚洲也发生了旱事 全球穆斯林庆祝开斋节的时刻 孟加拉首都达卡7号却遭遇了恐怖攻击 多敏的凶贤带着炸弹持枪攻击 当第一场开斋节活动外围的检查站 双方是激烈薄火 结果导致了三人死亡 另外有14名远警受伤 孟加拉首都达卡东北边的行政区 当时举办全国规模最大的开斋节 祈祷活动 估计有30万人参加 多敏的凶手在会场外一公里的警察检查站 发动攻击 孟加拉情报部长表示 信众没有遭到波及 而释放到当下呢 警方已经在一栋建筑物围堵了所有的凶贤 其中一人被当场击毙 还有一人遭到逮捕 而在台湾要特别注意的是 现在墙台 尼泊特的暴风圈已经进入了台湾 那么提醒您要特别严加防范 因为CNN报道指出 尽管尼泊特台风的暴风圈范围不大 但是结构扎实 力道集中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灾情 这是第一次发生的几百天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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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一旦尼泊特台风 体育交警来看到的是欧洲国家杯足球赛四强赛的第一战 在台湾时间7号凌晨开踢 那么C罗率领葡萄牙以2比0击败了威尔斯 率先晋级决赛 两队上半场共有8次射门 那么葡萄牙5次全部落空 半场踢完双方是以0比0护角白卷 葡萄牙下半场呢 C罗一进球一助攻 帮助葡萄牙以2比0淘汰了威尔斯 这也是葡萄牙从2004年以来 再度晋级了欧洲杯的决赛 至于决赛对手呢 就要看台湾时间周五凌晨 德国跟法国谁能胜出 相较之下呢 阿根廷的足球巨星梅西 最近可以说是诸事不顺 前一阵子呢 美洲杯屈居亚军 他才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没有多久 在西班牙的陶税官司 法院6号宣判 梅西跟父亲呢 21个月的徒刑 而且还并科罚款350万欧元 不过根据西班牙的法律 梅西跟父亲呢 未必会面临牢狱之灾 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 因为涉嫌逃税 6月跟父亲一起出庭应讯 不过他们6号仍然遭到西班牙法院 判刑21个月 根据西班牙法律 如果被告是出犯 而且刑期不满两年 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缓刑 因此梅西不用真的入狱服刑 而梅西跟父亲还分别被处以 200万欧元跟150万欧元的罚款 不过两人的律师已经表示 会提起上诉 西班牙政府认为梅西跟父亲 从2007年到2009年 总共逃税420万欧元 主要手法是在贝里斯乌拉圭等避税天堂 成立空壳公司 用来贩售梅西的肖像权给广告商 这样一来 西班牙政府就完全抽不到税 梅西曾经在法庭上表示 他平常只管踢球 钱的事都交给财务顾问处理 但是法庭仍然认为 他必须负起责任 29岁的梅西是全球身价最高的足球员 最近一份研究显示 他身价高达2亿1110万欧元 而同属巴塞隆纳队的队友 内马尔紧追在后 不过内马尔前阵子也因为涉嫌逃税 先后被巴西跟西班牙政府盯上 这些大牌球星出了球场 一举一动仍然洞见观瞻 今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 男单四强出炉了 其中七届冠军费德勒 还有地主的英国希望莫瑞 八强赛都经历了艰苦的五盘大战 才抢下了四强门票 34岁的Roger Federer 今年温布顿胜利打进八强 八强赛对上了 克罗埃西亚名将Marine Chilich Chilich曾经在2014年 每网直落三淘汰 Federer 这次温布顿狭路相逢 Chilich也以7比6和6比4 先拿两盘 只差一盘就能淘汰 Federer 没有退路的 Federer 6比3收下第三盘保住生计 进入第四盘淘汰危机 还没解除 每一分都不能大意 Federer在第四盘逃过三个赛末点 以11比9收下了抢击 也就是说双方必须进入决胜第五盘 决定谁能搭上四强列车 这场比赛实在很精彩 Federer在第五盘展现了强忍的心理素质 而现在他把比赛带到赛末点了 这个强势发球 让Federer以6比3收下决胜盘 戏剧性的演出输二赢三大逆转 他自己也相当激动 四强赛套遭遇加拿大一哥 Ronich 没有想到这场激战之后 中央球场接下来的英法大战又打了五盘 主角是地主英国希望Andy Murray 还有法国阿里聪嘎 聪嘎在6比7和1比6连都两盘的劣势下 第三盘开始成整旗鼓 接连以6比3和6比4收下两盘 让比赛回到原点进入决胜第五盘 大会二号种子Murray可不愿意像Chilich那样 银二输三 身为2013年温网冠军 Murray在第五盘持续发威 最终是以6比1收下决胜盘 下一场四强赛 他要面对杰克一哥Burvich UDN TV 切伦编译 英国公投决定要脱欧 也动摇了伦敦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 因为不少的银行业 现在都打算要转移阵地 像是欧洲的金融重镇 包括了法国巴黎 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 现在也磨刀霍霍 准备要取代伦敦 英国公投脱欧 影响跨国银行业的营运 也动摇到伦敦身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过这对德国和法国来说 却是天词良机 两国都磨刀霍霍 要把欧洲金融中心的头衔 从伦敦手上抢过来 巴黎金融界早在6月初就已经开始 为欢迎伦敦银行家而铺路 6号更是宣布 把企业税从33%调降到28% 外籍员工减税年份 也从5年增加到8年 进一步提升巴黎的吸引力 德国也不落人后 法兰克福美英金融公司 就推出一系列广告 主打法兰克福 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 而在今年3月 与伦敦证券交易所达成对等 合并协议的法兰克福德意志交易所 也在脱欧拍板后 要求将总部改设在法兰克福 除此之外 法兰克福还有一大优势 就是坐落在这里的欧洲央行总部 根据欧盟规定 只有当欧洲机构的总部 是位在成员国 才能在欧盟内销售投资产品 随着英国脱欧 总部位于英国的机构和公司 都将会无法继续享有 欧盟内的优惠政策 未来恐怕会造成 伦敦金融总部的出走效应 云联TV邮报其编译 大城市塞车该怎么办呢 埃及首都开罗 有业者不走陆路 开走水路 在尼罗河上 推出了水上计程车 稍后就要国际新闻 一起到埃及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旧要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6号声明指出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对国民的极端暴行 严重违反了人权 将对金正恩个人 实施经济制裁 另外还有十位 北韩的官方高层 也被美国列入了制裁的黑名单 美国财政部表示 但是金正恩领导的北韩 仍有数百万人 遭到了残酷的对待 像是非法处决 被施以酷刑等违反人权的做法 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指出 北韩政府囚禁的罪犯 大约有8万到12万人 而且在狱中还遭遇了 刑囚、性侵 甚至是处决等下场 因此呢 美国首度对金正恩个人 实施经济制裁 其中包括了 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 并且禁止美国人民 跟黑名单上的官员 有生意往来 阿富汗政局不稳 加上了恐怖组织 持续威胁 美国总统欧巴马6号宣布 将会延后阿富汗的撤军计划 原定年底之前呢 当地的驻军要裁剪到 5500人 不过呢 美国现在决定要增兵 到8400人的规模 并且延长派驻的时间 直到明年的任期结束 美方原先呢 在阿富汗的撤军计划 打算在今年底之前 把现有的9800名士兵 降低到5500人 不过巴马认为 神学士以及凯达 跟恐怖组织 持续威胁到阿富汗的安全 因此呢 决定要持续派驻 8400名军人 协助训练当地的军队 并且支援情报活动 避免911事件重演 来看历史的经验 美国跟英国在2003年 发起了伊拉克战争 当时成功推翻了海山政权 但是和平却没有跟着降临 现在历经了 长达7年的调查过后 英国6号公布了 伊拉克战争报告 其中指出 这场战争没有必要 同时还指责 英国政府没有采取 和平解决手段 就选择加入了 美国的侵略行动 2003年 英美两国发起伊拉克战争 虽然成功推翻海山政权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多年的动乱 如今伊拉克的必要性 也饱受质疑 英国在2009年展开调查 历时7年 报告终于在6号出炉 指出发起战争的理由 站不住脚 报告显示 当年工党首相布莱尔 为了要维持英美两国关系 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为由力挺小布希 但事后调查 完全找不到相关证据 涉嫌过度炒作 合理化军事行动 同时报告也指出 英国出兵国瑜仓促 准备不足 因此造成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而事后重建计划也不够完善 间接导致伊拉克现今境内的动乱 美国共和党准总统候选人川普 也再度公开打脸同属 共和党的前总统小布希 认为铲除海山政权 是错误的决定 大批民众包括离难英军家属 齐聚布莱尔加门前抗议 扮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布莱尔与小布希 并要求以战争罪起诉布莱尔 而布莱尔的未来也恐将面临弹劾 甚至是尺度公权 成为众矢之地的布莱尔也随即出面强调 愿意对报告指出的错误负全责 但表示他仍相信除掉海山是最好的做法 英国前首相布朗在2009年下令展开伊拉克战争调查 任命齐尔考特为主席 耗时七年访问上百名募集证人 分析近十五万份资料 调查撰写而成的报告总共两百六十万字 多达十二册 是经典文学著作战争与和平的四倍 英国奇幻小说哈利波特的二点六倍 而英国首相卡麦隆则表示 这份报告最重要的是要让英国学到教训 不再重蹈覆辙 大城市塞车现象在全球是司空见惯 包括埃及首都开罗也不例外 因此当地就有业者脑筋一转 运用了尼罗河 推出了比开车更快更安全 而且是更便宜的水上计程车服务 让通勤族远离塞车之苦 顺便享受尼罗河的水上风光 在以塞车文明的开罗 搭计程车上班已经不够看 通勤族现在有全新选择 不需要再困在车阵中 挑战自己耐心 可以改由尼罗河通勤 Nio Taxi 尼罗河计程车公司 是开罗最知名的水上计程车服务 乘客只要一通电话 就能预约快艇到指定港口搭船上班 Nio Taxi 尼罗河计程车公司 我一直希望在游戏上班 在游戏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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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Nio Taxi 在游戏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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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o Taxi 在2014世日运后 至今骑下游六艘快艇 七个私人港口 当地上班族表示 水上计程车不仅新奇有趣 也让通勤更有效率 除了比自己开车还快 也比传统计程车来得更便宜 尼罗河水上计程车 非常受到民众欢迎 公司高层表示 未来会持续添购快艇 在服务更多民众的同时 也能为开车赛车问题 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UDN TV 赖尤佳编译 日本是台湾人 热爱的旅游国家之一 但是当地的鸣鼓屋形象 却颠覆了外界的印象 因为日本最近一项 八大都市的魅力印象调查 就显示 鸣鼓屋的排名 是敬陪莫座 包括连当地的居民 也不想推荐朋友 前往鸣鼓屋游 因此鸣鼓市政府 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希望能够解决形象危机 台湾人爱去日本旅游 但是日本有些城市 竟然是连当地人 自己都嫌缺乏魅力 日本最近有一项 针对住在东京 神户 福岗等 八大都市居民 进行的都市魅力 及印象调查 各都市を買物や遊びで訪問したいか 最も魅力に欠ける都市は 结果是本九岛中部的名古屋 在各城市排名 敬陪莫座 魅力あ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どういったところ魅力が どういったところ え どういったところですか 天虫じゃないですか 名古屋の魅力とかっていうのは 感じたりとか 全然あると思いますよね やっぱり最初名古屋城 ですか 名古屋城 と 名古屋 名古屋 名古屋水族館とか 名古屋水族館 はい 出てこないですね ごめんなさい 八大都市居民 對自己所居城市 感到驕傲的排名 名古屋排第六名 感覺喜愛的 名古屋落到第七名 會向人推薦來玩的 更是落居最後 確かに東京 大阪 間にあるけど 特に何もない っていうイメージ ここでは 考えたことない 看来 当地居民 對於名古屋的看法 真實呈現出 這座城市 似乎缺乏了什麼 只不過 在另一座城市 遊人 卻有不同的觀點 在東京 舉行簡化版的茶會 讓上班族 能夠運用空檔 轉換心情 商能夠提高 工作效率 東京一間公司的茶水間 小小空間中幾個人跪地而坐 正在舉行的是 為忙碌現代人 改良過的茶道會 日本傳統茶道十分講究禮儀 必須在純和風的茶室中舉行 茶室還得掛上掛軸 茶上鮮花工人欣賞 而泡茶喝茶都有一定的規矩 品茶的同時 見上茶具也是樂趣之一 而且畫版的茶道 用馬克杯也沒問題 煮水的茶壺 就直接用插電的筷煮壺 利用手邊現有的東西 完全配合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這裡面有的 William William王爺 其實這今天是掛軸 對嗎 英國的公室 現在有慢慢的時間 日本茶道有許多流派 不同流派 禮儀做法也就有些不同 像走路打茶的方式 甚至是泡茶細緻程度等 但精神方面講求的 卻都相同 也就是每場茶會只會有一次 即使改日再辦 人物依舊 時空背景也已全然不同 雖然在畫板的茶道會 物質方面少了些堅持 但最重要的精神 卻依然不變 UDNTV 陳靖秀編譯 最近在美國流行的 則是懸浮滑板 特別吸引了年輕人的目光 但是卻也傳出了 多起電池故障的意外 像是電池過熱 冒煙自然 甚至是爆炸事件 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 因此現在多家廠商 決定要召回產品 差明原因 今天我們在宣布 有超過半個萬萬的 航空架架 從十多個公司 包括SWAGWAY 這裏製造了超過半個的 報告 我們在求消費者 去CPSC.gov 查看公司 再立即使用這個 報告 停止使用這個 到達到賠償 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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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初步的調查發現 有問題的 懸浮滑板 是在去年6月 到今年5月間販售 那麼售價介於 350到900美元之間 而滑板裡頭 使用的鋰電池 全部都是由中國大陸製造 因此阿里巴巴集團 也要求廠商 要提出合格的檢驗報告 才能夠在集團旗下的網購平台 繼續販售 懸浮滑板 最後一起到 美國波士頓的 芬威球場 美國職棒紅襪的老爹 David Ortiz 第一局呢 就開轟 這也殺個人本季的 第20轟 達成了生涯 連續15個球季 至少20轟的紀錄 那麼最後呢 紅襪隊是以11比6 擊敗了游擊兵隊 希望大家一起來看看 我是蔣宗裕 祝您晚安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載 我們下載